是吗 我会遇到一些比较无效的局势 我在刚工作的时候 身边有一些朋友 家里条件特别好 然后就说要去喝下午茶 有点类似于那种富太太局 然后就是会很尴尬 那时候我就刚参加工作 然后我就说我又躲不开 我说那就去吧 去了之后我就知道肯定会 就是各种什么的 显摆 然后我就把我看上去 最值钱的一个包拿着 一个假的哭泣 假的 我就背走 他是假的 假的假的 没过去之后果然不出我所料 假的假的 进来就被认出来了 那得是多假 他去参加那个局 刚刚走进门警报就响了 假的假的 假的假的 进去以后先念包 手铐扣上 过去以后有几个女的都锁在那 你也假的 我是假的LV你 假的全假货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约我们在咖啡厅门口等他 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包包 就是人还没出来 包先出来 然后看到这一期我就默默地把我的假包收到了身后 你要拿出来 我这个更难买 当时越过了多少 追的我呀 两条天你就说 你的大胆地说 反正都有故事 他们肯定没有这个经历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要喝下午茶 因为喝下午茶呀就大家都要拿杯子 手饰 戒指 戒指 那种各种钻手镯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炫耀 哎呦我的天 然后你手上没手饰不好意思你就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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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局我 以后叫我再也不参加了 太吓人了 什么只说那各位你们玩我先走走的时候鼻鼻 会让人觉得很尴尬啊 很尴尬 我说这种局再也不参加了 哇太尴尬了 我跟公司的老总吃饭哇真的是 我知道太无效了 啊 我 Não 不 我不敢说 怎么会无效 最有用 你现在的公司的老总吗 你现在还在那个公司吗 不是 对对对 最关键的是他叫你 你又不好意思不出去 当然得去啊 然后你出去 其实他找你吃饭 他要讲的话 你其实心里都明白 就他的套路 哦不对 不是说套路 套路 你完蛋了西侃 不是说套路就是 老板套路 我们是这样 我们不打扰西侃 让他好好说 对 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期 哦 珍惜一下 然后他就是 用了一百种方法 就是来来复复 就是让我们加油 一百多种方法啊 第一种拉拉队进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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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 第二种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加油 特别离谱你知道吗 神经病啊 我觉得他说了这么多 还会不会来点实际的 涨一下工资 哎 西侃你说的是自己的老板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地球代表 关于这种无效社交 各位现在还会有吗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想给大家也做个建议就是社交啊 特别是现象的社交 应当算一下人数 啊 我出门一般是这样 如果说超过四个人 这个社交我肯定不参加 哦超过四个人您就不去了 那对对对 那你比如两个人聚会很简单嘛 三个人也可以 那三个人聊呢就有三种可能性的配对 比如说我和你 你和他然后他和我 四个人这个时候就变成六种可能的聊天了 啊 那五个人的话 总会有一个人很尴尬 不知道听谁 然后你要超过五个人 这是指数级的增长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社交一定要限制人数 对 之所以大家会觉得是无效社交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觉得对自己的情绪没有改善 哦 对 就是大家通常觉得说我参加了这个局 但是我还是情绪比较低落 甚至让我情绪更低落了 哇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局对我没有提升 我去到这个局的两个小时前两个小时后没有差别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以学习的形态 以了解对方的形态来询问对方很多的问题 而对方也会觉得说你很想了解我对我很感兴趣 那这个社交就会自然而然变成一个深入的社交 其实善于倾听是很好的交流方式 是的 对 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对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社交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 而不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窘迫 如果说这个社交会让你觉得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加的窘迫的话 久而久之你会慢慢放弃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维魏跟杨迪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宝典 很适合年轻的朋友 接下来的解决方案一定要从其他的角度来切入 我们才能够无死角的为地球人的社交来减负 还有没有其他人有解决方案的 那我来吧 为了得到徽章你真的不择手段 连接两个体验 我这个维迪热场百科是为了辅助刘维的 我其实是不太认可那个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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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维我跟你说这就是无效社交 真的是再也不要跟你出去吃饭了 因为我要从别的角度帮地球人分析一下 为什么社交让大家觉得累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跟别人社交的时候 想说我们开个玩笑吧 但是你没有把握好开玩笑那个度以后 场面反而在你的玩笑之下变得更尴尬的 对对对 真是 太多了 或者就是他开玩笑接受的那个尺度 不是你想的那么的低 有道理哦 所以我就会针对不同的人开不同的玩笑 那我们的李希侃特工呢 就是针对不同的人跟他开同样的玩笑 比如说每次我们录完火星情报局 会有一个局长饭局 然后有一次希侃是去拍什么东西了 然后我们在吃饭 正在吃正在吃 希侃突然走进来 这是我的欢迎夜吗 有有有有有 那个时候局长抬了下头 又低下了头 对对其他人 哇真的所有人然后都安静了 然后我就在那边吃饭 从此再也没敢说过 哇 那希侃你自己有觉得你有时候 以为是开了玩笑 除了刚刚那个以外 有一个也是在饭局的时候 就是当时维哥稍微晚了一点进来 我看到维哥进来 因为我感觉我跟维哥特别熟 然后我就说 建议你今天这妆画得好老 脸上有点卡粉 我记得 刘维什么都不在乎 就在乎别人说他老 不是不是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维哥你先听我讲 当时我讲完 然后我一看维哥的眼神 我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然后迪哥 然后就不精心做出来一些话 当时的原话是 西坎啊 这个人什么都好 这有些时候开玩笑太恐怖了 我其实当时 知道他可能半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 如果脸上没卡粉的话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玩笑 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句 不用太难过 沈梦辰没有跟我开玩笑 很隆重地告诉我说 维维 你是不是老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知道吗 在监视机里看你笑 你满脸都是褶子 我是 维维 好朋友才会跟你说这样的话 你说跟你不熟的人 敢说这样的话吗 敢啊 你是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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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两个人开玩笑之间 尴尬的一件事 就是亲疏关系 对 亲疏关系没搞清楚 你就很多人会